現在本土確診案例 每天都不斷的在飆高 那麼防疫政策上也一再的改變 甚至說未來快篩陽就視同確診 這樣的消息一出來 也讓很多保險業者在跳腳 他們就強調說 理賠要有醫生的診斷 證明這才能算數 並不會隨著疫情來做改變 那麼另外也有這樣的消息 就是輕症還有無症狀的確診者 勞動部就放寬規定 說可以申請最多1.6萬元的 勞保傷病給付 防疫照顧要給薪 防疫照顧要給薪 勞工團體跳出來控訴 現在有不少人自己或是同住者 同事確診導致被隔離 但跟公司請照護價卻沒有薪水 讓他們直呼不合理 以目前來講 這個防疫照顧價仍然是無薪的 家庭照顧價也是無薪的 而且還有天書限制 顯然無法應對現在台灣疫情 但對公司來說也不太可能支付全薪 不過現在有了好消息 勞動部放寬規定 因為輕症或是無症狀確診者 依規定至少隔離10天 不能工作的第4天 就能申請勞保傷病給付 以目前最高的投保急劇來算的話 10天的居家照護 可領到7天的普通傷病給付 最高可以有5000多塊錢 假如是因公染疫的話 領到了錢更多 依照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以及保護法來看 用前6個月最高投保薪資 72800元來計算 7天最高可領16986元 不過指揮中心最新宣布 快篩陽性試同確診 傷病給付也要同步放寬嗎 要跟指揮中心再了解 他們這一些措施的一些細節 現在都是拿的是 居隔治療通知書 會不會可以用健保快易通 他在網路上就有名單出來 然後他當事人 也許可以用截圖的方式 給我們資料 也有可能 不過領不到傷病給付 也不用太煩惱 還有防疫補償金可以領 條件是要居家隔離 或是集中檢疫 還有照護隔離者的家屬 因為請假這段時間沒有薪水 一天可以領到1000元 很緊啊說真的 如果你是住防疫旅館的話 那更沒有辦法cover那些錢 多多少少啦 總比沒有好我覺得啦 對啊 但有的人一天可能薪資 這樣是OK的 只不過快篩陽性是同確診 防疫保單到底能不能賠 產險公司強調還在研議當中 不過產險業者話說得很明白 一律指認醫生診斷證明才會理賠 不可能拿到快篩結果就能領到保費 東森財新聞 程雄宏 林浩宇 台北報導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